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旺世界 在一些文化和文明比较落后的地方 他们非常崇尚神灵的存在 哪怕是因为疾病导致某些人身体的特殊性 当地人也会把这个人当作神明的馈赠 比如来自于印度的男孩阿希德就是这样 因为后背长着一条小尾巴 所以被当地人看作是侯神哈努曼的化身 每天都要接受当地人的共愤和朝拜 在印度史诗中 侯神哈努曼象征着智慧、忠诚、正直和力量 当地人看到阿希德后背有一条尾巴 自然而然的就把他当作侯神转世 不仅把阿希德的家改成了寺庙 还每天坚持带着各种礼物来朝拜 触碰他的尾巴,接受赐福 希望许下的愿望可以成真 虽然这样的做法看上去有些荒诞 但是很多人在朝拜之后确实愿望成真了 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朝拜的行列 阿希德的家人表示 他们也不清楚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尾巴的限制 他无法正常行走 必须借助轮椅移动 后来在医生的检查下才知道 他的身体存在很多健康问题 比如骨质疏松 脑脊随膜突出等 有医生提出帮助阿希德切除尾巴 让他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可他担心自己没了尾巴会影响在信徒心目中的地位 失去现在所有的一切 所以目前正在犹豫要不要接受手术 其实实话实说 朝拜赐福这样的事情本就毫无科学道理可言 与其陷入这样的挣扎 倒不如先切除尾巴 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针对这件事 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